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他们觉得要打带 他们有时就干脆就不要听 就是烧在那个光点过后 然后当然要附上你个人资料 比如说怎么联络你啊 还有你到底是有什么唱片公司的吗 还是你自己是自由身 就是没有签任何公司的 要写明这个 因为当然他们要邀歌的时候 他们会考虑这一点 所以很多人都不懂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你的personal details 当它有了过后 你就可以把它就是包好来啊 然后你可以寄去一些公司 那要寄去什么公司呢 很多人开始很混淆 有的是唱片公司 有制作公司 有版权公司 那其实真正呢 要寄demo是寄到版权公司 版权公司 对 因为其实大家在这边就是稍微就简洁跟大家说一下 唱片公司就是签艺人的 是 制作公司就是做音乐的 没错 版权公司就是签你的歌词曲的 所以大家其实要签的不是 要寄去的不是唱片公司或制作公司 而是版权公司 所以当比如说一些大大型的那个五大公司之类 当然他们里面也有他们的版权 所以通常人家一说 哎 我要寄demo 就寄到唱片公司 其实原因是因为大型的唱片公司都有自己的版权公司 所以基本上大家要留意咯 就是要写明就是给哪一间哪一家的publishing house 或者publishing company 是 所以不要乱乱投哦 不要看到哪家唱片公司 哇 这是国际公司啊 不错 那我就是投不下去 那可能你去到的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宣传部 那收到这个你的歌曲 他们也没有办法可以交给哪一些人 除非他真的转交了 就比如说你寄给制作公司 那制作公司就是帮一些艺人做音乐的 对 那根本他觉得都不关我事啊 是的 然后就扔了 然后就丢掉 很常可能有这个事情的 所以为了不要浪费大家的心血哦 我就建议大家要留意这个东西 就是把你的demo寄去版权公司 如果他寄到唱片公司的话 是不是也要特别著名这个版权部收 对 这个公司的版权部 他们就可以传达到那边去 那我想问Serena 就是 现在做光碟很方便嘛 那一般上我们看的这个光碟 你要做成所谓的让大家已经觉得 是一个专辑这样的一个包装 很精致的 大家把它交出去吗 还是其实我只要把它烧录成光碟 就符合标准了 其实烧录成光碟就OK了 不需要上面还要附什么封套啊 然后还做得很漂亮 好像一张专辑一样 其实我们有收购很多demo都是很完美的 就是有它的样子啊 然后有它的那个造型造啊之类的都有 不过我相信这一类型就是比较希望 就是当艺人歌手 你才这样子做 那如果你只是要就是卖歌之类的 那只是光碟就OK了 光碟里头记得包含你的个人的想进的资料 对 就是你的电话 很多人就是忘记留电话 那要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通知他 是 那另外呢 除了这些版权公司 那我们可以提供这个demo之余 那还有其他的管道吗 有 你可以就是email email的话你就会稍微就是 比较随性 就是你可以寄给任何一个部 就是制作公司或者版权或者唱片 因为基本上email它是属于可能 每一天唱片公司都需要 比较检查的一个东西 是 所以他们不会忽略每一个email的 他们都会开来看 那当然开来看的时候 如果要觉得这个歌是属于歌的 他们会自动交给版权部 对 就会转寄 对 他们就会比较 就讲direct的就是把它转寄给 适当的那个部门 是 是 是 而且你这样子做的话 也是100%可以confirm它是收到的 所以其实email这个方式也是很好 因为现在internet都已经很棒了 太发达了 所以用email呢又可以就是 环保 达到这环保的效果 而且呢也会直接 你可以知道对方有收到你的email 通常啦就是 他有收到的话 他都会弹回一封信 你的东西收到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跟进 这样子之类的 Mail send 就确定你已经出去了 这样 好 那这就是管道 那我发现到现在呢 要做专辑的朋友呢 你刚有说 应该是要当艺人朋友的 那这些心态的部分 请问到底正确与否啊 其实我觉得是ok的 如果你真的是想当艺人 然后同时就是 辅上你的那个歌曲 来到我们的公司之类的 或者其他公司啦 那其实如果你有放上照片 我们是觉得ok的 因为那如果你真的是有条件 那为什么不可以尝试 我觉得是很好啊 可以尝试 就是你有梦想的话 然后你觉得 诶 你可以当艺人的 而且你是一个 自己创作的朋友的话 你想让更多人认识你的话 这些管道已经提供给你了 最怕你准没有准备好而已 所以基本上就是 除了这个email 我们还有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现在都很多年轻人喜欢用 就是把自己的歌 post上一些网站 然后让人家去试听这样子的 ok 这个管道呢 其实有一点点的危险 就是当你迫上网站的时候 就是如果有人要抄你的歌 你是不可以说什么东西的 就是抄了就抄了 因为你放上网的 这个步骤的时候 你的心态就是要 已经确定 你是愿意被抄袭的了 因为这个是没有一个 政府就是没有一个什么规定啊 就是如果你放上网 就是代表有人抄就是犯法之类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条例 对 没有这个条例 所以基本上 当你准备要把歌曲 迫上网 给任何人听的时候 你就已经要有准备 有人抄你的歌 你是不可以埋怨的 ok 因为你上传的时候 是没有copyright的 对 是没有copyright 大家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是保护着你 然后表示那个东西是你的 是吧 所以也不鼓励大家 透过这个网站的部分 就是让大家试听吗 如果你是纯粹要分享 那很鼓励 ok 如果你是很确定 这首歌我要卖给周杰伦的 比如说 你确定那首歌我是很好的 对 你确定可以卖给周杰伦 然后不想随便给人家抄袭 这样子 那如果你那么确定的话 就直接寄给唱片公司就好了 是 是 所以呢 就不需要透过这个网站 还要冒险 让别人抄袭你的这个机会 对不对 那我发现到呢 可能现在的这一段 这个社会啊 或者说 现在朋友想要当艺人朋友很多 到底他们心态 好像有一些偏离 对不对 有些就是为了想要红 所以呢 就做了很多的小动作 或者是他的态度 其实真的不好 那这些我们等一下 歌曲和资讯回来呢 就好好的来探讨一下 好 那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心态 才是适合走在娱乐圈当中啦 好